萬錦廣場的 Food Court 一向都很受歡迎 經常來買飯,很多間都要排長龍 近期開了一間風頭很厲害的豬腳飯 到底有多厲害,我們一起直擊一下吧! 豬腳飯有什麼吸引你? 好吃,太好吃了,因為它很軟 放鬆,吃完之後有工作壓力,但我喜歡吃 吃豬腳飯可以減低工作壓力 因為我自己都煮的,所以我知道 控制的火候不太軟,又夠軟 平時是不是很喜歡吃豬腳飯? 我其實是想吃它的肥腸 這麼多人排掉? 你現在排得多了嗎? 這間豬腳仔這麼受歡迎 我當然要找來經理,Michael,聊聊天 到底他們有什麼秘方做到這麼好吃的豬腳飯? 其實沒有什麼秘方,是平常一道菜 主要是我們用生去做 我們做了很多步驟 好像燒、消磨、洗、滷水 很長時間,要寄出很多小時 我剛才跟他們聊天 就說豬腳飯不錯 但我特意來吃肥腸,為什麼還沒有呢? 肥腸其實是準備好了 但店舖太忙了 因為加多一件東西,又慢了很多 所以我們想再等等 不要太忙,當時再上肥腸 城中二話,萬眾期待的豬腳飯 這個combo12.99 有飯、小菜、酸辣蘿蔔 還有汽水或者泥泡 試試看 每個人都說這間豬腳仔 好吃,排了長龍 到底它好吃了什麼呢? 除了豬腳,還有菜,豆腐和雞蛋 燃養價值都相當高 飯也有淋上了醬汁 豬腳仔 剛才聽食客說 豬腳最重要是軟到適中 不能夠太軟 不能夠太軟 豬腳好吃的地方 當然,它的皮夠滑 有脂肪,有脂肪,有肉 還有沒有骨 是沒有骨 真的沒有骨 所以不用擔心骨 真的很難咬 或者 真的一口肉 酸辣 酸辣 酸辣辣 酸辣辣 如果不買湯,只買一個飯是9.99元 來買汽水或者湯加小菜 就多加3元 12.99元 難怪這個 這麼多人來捧場的 好吃 只吃這麼多 好吃 肉